我们决定教会成立设备管理运转小组 由秦强担任我们这个组的组长 我们同时向教会范围内 向征召专业上比较强的弟兄姐妹 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设备管理小组来 这个设备管理小组 它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在硬件上 保持我们教会的正常运转 任何突发性的问题 我们要马上解决 如果不是突发性的问题 我们要立下计划 能够每年有维修保养的计划 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条不稳的 能够保持运转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们的交通车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是有交通组的 但是不知道何而里交通组成了交通人 一个人是我们的蒋俊然弟兄 他不只是我们搬进新楼这一年半以来 他每个星期都是他一个人 凡是车动就他一个人 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 五年至少有了 就每个星期天只要动车 就是我们蒋俊然弟兄一个人 我们真的感谢他 但是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 我看蒋俊然弟兄也真的到了极限了 所以我们准备恢复我们这个驾驶组 我们也在我们的教会范围之内 我们征召我们的驾驶员 我们征召两到三名 第一我们可以在人员紧张 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有一个替换 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另外还有一辆车 但我们常常人员乘客多 车不够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有机动的驾驶员 一起来进行 站前我们还是请蒋俊然弟兄 作为我们驾驶组的组长 所以我们呼召有任何愿意 我们的义工有任何愿意 参加我们管理小组 设备管理小组的 找我 找牧师 或找秦强弟兄来报名 任何愿意参加我们义工驾驶小组的 找我 找牧师 或者找江群人弟兄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